这个男人身处距离地球数亿公里外的太空中,他已经离开地球六年之久,现在他却紧张地盯着飞船内的休眠舱,因为飞船曾遭受火灾,他唯一的同伴因此葬身在休眠舱中,而今天他却听到那处狭窄的小圆窗内传来了正在拖动物体的诡异声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最后拖拉。 故事的开始起源于神秘的宇宙,有科学家在木星的卫星《木卫2》上拍到了疑似金鱼的照片,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人类居然在距离地球如此相近的星球发现了生命轨迹。 NASA甚至为此成立专门的太空计划,可有一名富商却心存着对神秘宇宙的向往,招募到了许多好手,制定了一套精细的宇宙计划。 他们自行建造了一艘飞船,决定利用金星的引力厂,获得加速渡航,靠近地球,然后冲向木星,最后在木星停留,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 如果计划顺利,那么这项工作将需要13年的时间。 而麦克和他的朋友作为宇航员,两人应征而来,他们躺进了休眠舱内,被发射进了宇宙中。 按照计划进行长达6年的休眠,原本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可是宇宙永远都是充斥着神秘和未知, 一块小心陨石突然和飞船相撞,却造成了严重的连锁反应。 飞船失去控制,麦克和朋友坐呆的休眠舱瞬间起火,在这危机关头,麦克的休眠突然结束,他气醒了过来,并且逃出了休眠舱。 可是,他的朋友却永远地留在了休眠舱内,飞船也出现了各种故障,燃料泄漏,氧气不足,麦克没有时间悲铁闽人,只能穿上防护服抓紧时间修复飞船的各种故障。 同时,紧急联系地球救援中心,很快地球上的同伴们传来了讯息,可是麦克却发现和他们通话的人已经变了样子。 不常出现在写实际中,他告诉麦克,经历了六年的时间,计划中原来的成员们已经因为各种事情离开了这里,而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飞船出了故障,甚至还有一名航天员离世。 但是,出现这种情况,麦克应该立马结束任务返回地球,可是这是在宇宙,飞船还是需要按照既定的轨道航行。 不常告诉麦克,他还需要在宇宙中等待六个月的时间,等待到达金星的时刻,就能够借助金星的引力场回到地球。 六个月的时间在麦克休眠的时候只是弹指一瞬,可是当他清醒过来,独自一人面对长达六个月的浩瀚宇宙,则变得有些艰难。 麦克开始严格地规定自己的生活作息,每天定时起床,吃饭,锻炼身体。 这个舱室内虽然有吃有喝,应有尽有,但是没有任何娱乐设施,麦克唯一能够和他人交流的时间,便是每天定时定点和地球上的伙伴们发视频通话。 而这架飞船的机身受损严重,麦克每天也需要检查一遍飞船,同时修理飞船破损的部分,修理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发电机的损耗程度。 否则一旦断定,麦克很有可能被低温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飞船一旦修理失误,在面对金星强大的眼力场时,也可能会逃脱不了,飞船将会直接变成环绕金星的一颗卫星。 可如此大的压力却不是最可怕的,面对寂静无声的宇宙,在每日重复着枯燥无味的生活中,最能够击垮麦克的则是孤独。 麦克已经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他为自己找了所有能做的事,可无论是打扫卫生还是自娱自乐的游戏,都无法掩盖这铺天盖地的孤独感。 麦克开始失眠,胡思乱小,精神恍惚,整个人接近崩溃。 地球上的同伴们通过视频通话也发现了麦克的不对劲,他们安慰和鼓舞麦克,让他不要被宇宙吞噬。 可是麦克的症状已经十分严重,他开始出现幻觉和幻听,尽管这里是宇宙,除了他自己以外空无一人。 可是麦克却总是听到修眠舱那里仿佛传来诡异的声响,尽管修眠舱已经被烧毁,可他却总是忍不住看向那边。 他仿佛听到了里面有人走来走去,或许是有谁在里面拖拽着什么,又或许里面有什么东西,用他的利爪磨着苍顺内壁想要走出这里。 麦克甚至怀疑他的朋友没有死去,而是正在里面受苦。 麦克终于忍不住向修眠舱内望去,竟然在那狭小的圆窗内,看到了熊熊燃烧的烈火和他朋友的身影,这简直是他一辈子都难以望去的景象。 尽管麦克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可是他却无法说服自己。 于是麦克拜托地球上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测,可是工作人员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们劝麦克好好休息,不要胡思乱想。 可是在完全封闭的狭小空间内,麦克仿佛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巨人,无法伸展手脚一般痛苦。 压抑的寂静和突兀的声音,简直要把他逼疯了,他甚至脱掉上衣狠狠地摔在舱内。 幻想着自己摆脱束缚,尽管这毫无用处,可是麦克的压力却因此得到了缓解。 他学习完情绪后继续修理飞船,重复着枯燥的工作。 可现实并不会一分风顺,麦克在测试飞船发电机的时候,飞船却突然间被黑暗席卷,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发电机停止了工作,麦克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随着电力的停止,低温也瞬间袭揽,麦克连忙披上了一层格温材料,抓紧时间修理发电机。 可是麦克的手指已经被冻僵了,电动螺丝刀也不慎落掉,一切都完了。 麦克倒在地上,被冻得瑟瑟发抖,眼前却发现了朋友的身影。 麦克回想起朋友和自己说过的话,朋友和他一起畅想着木星上是否真的存在金鱼,并且鼓励他不用放弃。 麦克受到鼓励,打起精神,穿上了宇航服,保证自己的体温不会流失,然后继续修理发电机。 最终发电机重新开始运作,飞船也渐渐地恢复了正常的温度。 地球这边的同伴看着麦克恢复了联系,也感到十分高兴,而麦克却依旧需要在飞船内独自生活两个月。 在这段时间内,麦克却开始尽情雀跃,他忍不住想,是就这么带着失望回到地球,还是继续向前进行他的航路。 而终于有一天,麦克突然感受到了一片橙色的亮光,洒满了整个飞船。 他看着这温暖的颜色有些不错,地球上的工作人员欣喜地告诉麦克,这就是金星,而靠近金星则证明麦克距离返回地球只有一步之遥。 工作人员告诉麦克,他的事迹已经被全地球的人所知道。 大家为他送来了鼓舞和祝福,感谢他的英勇付出,大家在地球欢迎他回来。 而麦克却沉默了,他穿上防护服,最终打开了休眠舱的舱门,果然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以前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幻觉。 麦克找到了朋友的身体,并将他的身体用隔离材料掩盖好。 麦克站起身来,走出舱外,凝视着那颗耀眼的星球,飞船终于靠近了金星,麦克拨动开关,巨大的引力将飞船推向地球。 而就当飞船即将靠近地球时,麦克却为地球发去了视频通话,他不会回到地球。 他将和他的朋友按照原计划的路线前行,完成他们的任务,人类需要勇士去探索未知的宇宙。 最后,麦克驾驶着飞船脱离了航行的轨道,踏上了另一条星途。